沙利文和王毅在战略沟通当中 沙利文在和王毅的战略沟通当中表示 美中之间有分歧 有竞争 也有很多需要合作的领域 同意应该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对方 竞争也应当是健康的 公平的 沙利文说 美国无意和中国脱钩 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两个中国 不支持一中一台 美国和中国将长久的 在这个星球和平共存 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找到 让美中关系可以持续发展的办法 美国愿同中方继续保持战略沟通 增进相互了解 减少误解误判 双方还就乌克兰 中东 及朝鲜半岛等问题交换意见 并就两国元首近期展开 新一轮互动进行讨论 同意事实举行 两军战区领导视频通话 第二轮中美人工智能 政府间对话等机制性安排 再烫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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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筹 全体